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冷眼 这是客观真实去反映整个市场行情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冷眼的频道 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一个早上8点27分 星期三 那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66500美金的一个位置 比特币已经突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新高 达到了现在的历史新高 67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那么接下来 它的位置无法想象你啊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也说到比特币啊 要继续去突破我们的高点了 那么昨天我们也放了一些要加仓之歌啊 对不对 相信大家也是听到这首歌在我们的VIP社群里面啊 对不对 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清晰啊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已经突破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那相信大家啊 我们的物要价格在一个78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短暂的一个目标价格啊 那么持续的差势不断的进行突破比特币啊 那么相信大家在这个 情绪当中的话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热情啊 越来越多的一个热钱进行一个涌物 那么不例外啊 那么我们也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进行说明了啊 之前我们也在提前啊 提前一段时间啊 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跟他说牛市到达了一个水平啊 准备突破啊 那么也在我们VIP社群里面进行一个提到啊 那么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一个百倍币 还有一个千倍币出现啊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会有些币种他会盛长一百倍 你信不信啊 不信啊 不信就算啊 那么我是见过非常多的一个行情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啊 非常的激动啊 也是非常激烈 那么等会他可能会继续去反弹 去刺激到这个7万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可能明天会到达一个7万多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我们去拭目以待啊 但是当然途中啊 现在的话如果到达7万多美金 可能会有一波的一个小幅度一个调整啊 但是也是一个良性的调整啊 所以没有超过我们的一个极限都是允许的啊 允许他是进行回调的 因为现在的一个贪婪指数是在82啊 还是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这样的指数就有利于比特币再去的进行一个突破啊 继续爆拉啊 当别人不敢相信的时候 他越发拉上去啊 你相不相信啊 反正你越不相信的他的时候 他就越拉的越快啊 他拉的越快啊 那么直接是拉到7万多美金的高度 让你无法想象啊 无法想象 你永远无法想象下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价格 会到达哪里啊 就短短的一个30分钟之内啊 他顺序会到达一个7万美金的一个高度 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现在的话 他已经到达这样的位置啊 他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存在泡沫的一个价格啊 当前币价处一个泡沫区间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就是到这里之后啊 回调之后啊 进行反转 那么这现在的这一步行情就像 2017年那一波的一个行情呢 有点像啊 现在那你看之前是冲破到这个啊 有泡沫的位置 然后进行回调 然后继续进行一个泡沫区间啊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加速 比特币正在进行一个加速上涨 你看这一段直接是突破到一个啊 最高的一个临界 严重泡沫的一个价格 那目前的话才到达这样位置 严重泡沫的价格 才是到达15万美金的一个高度 所以现在的话 比特币还有一两倍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区间 最少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非常恐怖啊 非常恐怖 大家也可以体验得到现在的一个恐慌的一个状态 也是一个贪婪的一个病群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持有的话继续持有就行了啊 那么现在的话等待一波更大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 以太坊那些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啊 以太坊的话说实话 它要跟随比特币进行涨 那么我们之前的目标也是说过了 它是目标价格是在一个突破历史新高 是达到上方的一个楔形啊 那么它是会达到我们的一个 4600美金附近的一个阻力 目前的话在MSAD来看的话 这个4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这个动能还是比较强 它在这个零角之上啊 还是有一定的穿刺的一个能力啊 那么以太坊的话 它这个位置穿刺了以后啊 那么说明它的动力还是比较强的日线级别 也是不断的去穿刺啊 而且它进行突破之后啊 我们会看到一个46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明天后天啊可能会到达一个5000到6000美金的一个水平啊 那么以太坊啊是很有可能的啊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反正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啊 只要去啊有回踩的机会啊 那么就是一个进场机会啊 但是如果你在车上的话啊 就继续去持有就起来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关于这个百倍币的话 那么啊有很多一个百倍币会出现啊 那么也有很多主流币会暴涨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波行情 那么啊 机构进场我们也啊 有了兴趣啊 属于有的一个机构进场 让我们的资金更加强大 那么今天就短短一天的时间 能够赚1000多万啊 那么也是非常正常对不对 就在今天也就是短短的一些币种啊 包括平台币啊什么加起来啊 总共赚了有1000多万啊 那么也是非常恐怖啊 那么这一波行情啊 就说在别人越不敢抄底的时候 你越抄底 那么你就赚了越多 对不对 这就是勇敢 这就是激情勇敢 对不对 你要勇敢 不然你啊 永远赚不了这个钱 对不对 那么牛市就在几个月结束啊 就可能就两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时间就结束这个牛市了 所以说牛市的时间非常短 但是熊市的时间非常长啊 推一个行情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啊大家有什么疑问啊 或者是啊什么 那么对这个牛熊的一个经历不太理解 那么你可以添加冷眼的一个VIP社群 那么我又会有专一的一个指导 那么加入啊只需要去付费那么一点钱 对不对 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 但是你了解的信息可能啊 会超出你的一个认知以外呀 那么你就赚到了就那么简单啊 好那么节目的一个最后 祝大家在这个啊牛市当中啊 能够啊齐稳能够啊 赚取更多的一个利润啊 祝大家每天进账百万 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